大家晚說 天節的HELL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藍教頭 好久沒有上片了 前陣子實在太忙了 這一陣子呢 剛好...這個 Unex的ARCchange Pro上市 馬上來測試一下這是甚麼感覺 我本身是一個以前的ARC系列的 非常的愛用者 從這個10 然後到11不管是陶貝克的紀念版 灰色那隻有打過 還有打過無數隻紅色的ARK10 還有ARK11打過了四五隻吧 當然會換派原因是因為當時候不小心把球拍打斷了這樣子 但是還是非常喜歡ARK系列的手感 今天呢這個ARK11 Pro出來之後 就會看到它的外觀 我們從外觀開始談一下 它的外觀呢讓我真的是非常的不喜歡 只能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啦 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 我還以為它是一個什麼某牌的牌子這樣 不是說它不好 而是它不符合我的美感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紅色配上灰色 然後是做一個消光的樣式 上面還有一些火焰的符號嗎 我不知道 球拍呢我試了一下之後 我覺得 我深深的 非常的 喜歡這支球拍的打感 這一天並沒有接任何的業配啊 所以我想 我就是把我最真實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 今天試了兩隻 一隻是4U的 一隻是3U的球拍 我覺得3U的特別好打 4U的呢 反而有一點點輕頭 而且扎實感並沒有那麼的強烈 它的線呢 一條是穿這個66UM 那另外一條是穿這個 嘿 哈囉 Z61 對嗎 對 忘記還先偷問別人 這樣 好 其實我覺得線的話呢 差異性並沒有像重量差異這麼多 我覺得重量還是最重一點的 所以大家未來在挑這兩隻球拍的時候 我想你一定要先試打 如果沒有試打的話 可以盡量要試揮看看 符不符合你的手感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放兩段 他們的簡短的打感的心得 一個是4U的 一個是3U的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大家對於這個球拍的感受是 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們先說一下好了 他到底像不像以前 ARK系列的球拍 一句話 不像 幾乎不像 幾乎不像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身上已經早不帶到以前的 ARK系列的影子 反而比較像最近AX系列的感覺 但是呢 他的控球我覺得 是最出色的一環 跟戳小球一樣是最出色的一環 然後他的進攻啊 一個字 不是一個字 一個成語 不拖泥帶水的感覺 所以打起來呢 這個順暢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本身是非常愛這種感覺 還有他的勾兌腳啊 輕技術啊 或者是他的防守反攻 我覺得都深得我心 前陣子如果大家有看我的 NF800的影片的話 影片在右上角度 如果大家還沒有看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我說這個NF800 已經是我覺得很好打球拍了 但是這個 ARK11加了一個Pro啊 我覺得他 更好打 不知道有什麼形容這種感覺 這種 有種興奮的感覺這樣 就是 不是我那個 熟悉的ARK11回來 而是一個 全新 嶄新 前所未見的 ARK11 Pro 就這樣子 上市了 他們的這個握把布啊 都是使用 YY的 欸? YY102嗎? OK Sorry 我又忘記了 事前沒有做好功課就是這樣 啊 ARK 這個 不是ARK UNIX102握把布 它的避震效果真的還是不錯 然後 大概 打感 除了滿意之外 沒有什麼 可以挑剔的地方 大概就是 如果選擇4U的話 我自己個人本身 稍嫌重量不足 那3U的話呢 則是 相當扎實 這樣子 外型的話 當然 球拍最重要就是 好打啦 外型的話 什麼的 我們就 先暫時忽略它 我們現在呢 請到球拍的主人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 3U跟4U之間的差別 歡迎 你叫 鍾倩 請自我介紹 嗨 我是鍾倩 好 太棒了實在太尷尬了 哈哈 這跟拍機車一樣尷尬 沒有啦 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來問一下 你覺得 4U 不是說4U啊 這支球拍給你什麼感覺 那時候其實 上場在打之前 我看到他的拍頭 我有點訝異 因為 一般大家對 ISOMATIC這個拍頭 都會覺得小拼頭 他球點會 很難抓 但是 我那個時候很久很久 沒有打球 一上場去打 隨便撈隨便過 這是我覺得 11P 這支給我最 不一樣的感受 聽起來 我們請教我拍手 隨便撈隨便過 而且還說ISOMATRIC 這個東西 真是太專業了 相較於 可是我真的覺得 相較於我前一支 88SP來說 我覺得 他親民許多 當然 你說中感的話 他是硬 可是你如果 常打的人 其實久了 他彈性疲乏後 你會覺得他真的很好上手 那我自己是因為 比較打偷懶一點 所以我會習慣拿4U 那像教頭 或者是 下一位3U球拍的持有人 喜歡中扣的人 個人會覺得 我們還是拿3U 不要再抄我們4U的市場 就是這樣 那你 所以 OK好 你非常詳細的說明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要請下一位 來現身說法一下 好 那我們請到的第二位 球拍持有者 這個3U的 拍組 我們來問一下 你覺得你最新球拍第一印象怎麼樣 就 甜甜的 什麼是甜甜 甜甜愛的 糖水拍 糖水拍喔 打了之後 就有點回不太去了 喝了太多 滲會受不了這樣子 因為我本來是打99 Pro 然後 打完這個 再打99 Pro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打什麼 是兩隻球拍的差異性太大了 對 他就是很好回球 很好回球 然後他尤其是在 切或放的時候 特別的體驗 OK那你覺得這個 既然九尾Pro這麼難打的話 你為什麼要打九尾Pro呢 因為我要就是想說 趁年輕的時候 能打多重就打多重 很像 這一球重拍是不是 對啊 重拍給你什麼感覺 你覺得 就是會甩頭 所以你很喜歡那個甩頭感 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 還是重甩頭看 就是 單純覺得 單純 我覺得就是 應該要打中 應該要打中了 好 這是每個人執著不一樣 那你覺得這個 好奇外觀版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棒 就是消光 然後又 就是 碳仙的部分 就是 做的那個加卡繃的部分 還蠻不錯的看 OK 所以還是很喜歡 這個球拍的美感 相信啦 這個美感 這個東西啦 大家都 那你最後一個問題是 你這支球牌會有很久嗎? 會吧!我已經把全部的球牌都賣掉了 哇!看來真是找到一個 ARC 11 Pro的超級愛好者 對!買了兩支輪替 原因是什麼? 就是覺得 不追求中了嗎? 一部分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就是要開始打一些比賽的話 還是要找比較詳盡的牌子 因為之前比較多是在試牌子 所以就是各種牌子都有賣 對!你看! 試牌子就是這樣子 每一支都買一買就對了 不適合自己的再賣掉 好!非常感謝我們的拍組 每次都借我們球拍 就是這位非常厲害 每一支都買的 我沒有他每一支都買 我沒有他每一支都買 我實在是忘了這條線是什麼 Z61 Z61是什麼品牌 某品牌 不是歪歪也不是聖業 好像是南大進行 就是台南的那個南大進行 就是台南的那個南大進行 OK!好! 我們沒有他方式又黑的意思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單純分享一下 我們在還沒買球牌這樣 那希望下次如果有新拍的話 我們的乾爹們還可以 不是乾爹 就是愛好者們還可以借我球拍 讓我嘗試更多的 那如果大家還想看什麼 其他球拍評測的話 如果我見得到的話 或者是你們願意借我的話 我可以嘗試來拍看看 好啦!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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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